这尖椒土豆片啊,你要是做好了,也是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,今天老弟就把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咱们准备一个土豆,去皮洗净 再像视频这样,将土豆切成菱形片 将洋葱去鲜,切成大大的小块 再切点青红辣椒,搭配一下颜色,借一下味儿 将材料全部切好之后,下面咱们调个料汁,放入半勺生抽,再放入一点蚝油 下面调一下味道,放入一勺盐,一勺鸡精,一勺白糖 放入少许的老抽,调一下颜色,最后放入一勺清水 用筷子搅匀,卸开 锅中烧水,水开,放入切好的土豆 将土豆烫至透明色,咱们就可以捞出来了,放入葱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